好 最新的场景要带您看到是在桃园机场 现在有很多球迷守候在这里 因为陆陆续续有球员已经到达了机场 详细的状况我们马上来看看 好 主播可以看到 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台北的松山机场 从昨天呢这个古巴以14比0 KO掉了我们台湾中华队之后 其实台湾的这个经典棒球赛的旌旗之旅 也在八强宣告了止步 不过这已经是历年来最好的成绩了 而今天开始呢就会有球员接连的搭乘这个班机 从桃机跟这个松山机场分别的返台 而我们刚刚已经迎接到了第一位凡底国门的球员 就是我们的替补补手郑达宏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感想 因为太赶了 机场没有睡饱 对 因为昨天其实比赛比到蛮晚的 然后今天早上又是最早起来 有没有觉得蛮辛苦 还好啦 对啊 我觉得你要把那个光榮轮道给后面的 对啊 我觉得后面的下档球员都蛮认真的 对啊 那就是想要问一下就是很多球迷在替你们报区 这一次没有包机回台 那对于这个规格的部分 会不会觉得说这一次大联盟那边没有帮你们安排包机 还是说这个是规定呢 这我不晓得了 因为有飞机坐可以回来就不错了 那大家就是球员没有整体一起回来啊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有点可惜 不会啦 因为我们在日本都互相的鼓励啊 互相的道别那样子都还算不错啦 对啊 然后在日本上都该讲的都讲完了 对啊 看到还是有这么多球迷来接机 甚至今天要在松山机场为了你们待一整天 有没有很感动 对 其实在日本比赛都看到球迷在台湾那么热情的帮我们加油 就是我们在日本打球都非常的感动 对啊 看到国人希望台湾的球迷能够多多 其实为我们中华职棒加油 对啊 那你的伤势好一点了吗 好 可以听出来哦 其实郑达宏对于这个台湾球迷的热情是相当感念在心的 但是对于这个敏感问题他都不太愿意回答 那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好的 你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就是目前一位球员郑达宏他已经回到了台湾 那么他也感谢了球迷 也说希望大家也要给接下来回来的球员一些热烈的鼓励跟掌声 好 其实说到了